色达位于四川省甘子藏族自治州的东北部,目前仅能通过公路前往色达,还没有机场和铁路。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,金色的黄昆,红色的房屋,闪着光的佛塔,似乎在海拔4200米的这里,你能长到永恒。 来到这里的人,也许是为了一窥草原的壮阔,也许是为了遗探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, 但不管是为了什么,这里都可以让你消除疲惫,回归甜的。 你可以探访五名佛学院,色达喇容五名佛学院,也称色达佛学院, 常住的喇嘛近万人,堪称世界第一规模的佛学院。 你可以转坛城,坛城在五名佛学院最高的山峰上, 据说如果你有什么疾病,在这里转上100圈就能够好, 一个,两个,三个,十万次,只为一轮回。 你可以在草原尽情驰骋,整个色达县城, 其实就是在草原上修建起来的, 如果有时间,你可以在这里待一个整个下午, 看当地人跳舞,唱歌,晒太阳,体验最原生态的藏民生活。 从朝至暮,色达的路上随处可见, 身披珠红色僧袍的修行者, 只要看上他们一眼,你就会永远不会忘记。 心中始终荡漾着,对藏传佛教和那些僧众难以割舍的一段情怀。 这里是信仰的乌托邦,穿行在这片红色的海洋中, 感受身披降红色僧袍的喇嘛和爵母来来往往, 心灵在不自觉中就被强烈震撼, 挥之不去的红色典葬,那一个个孤独行走的灵魂, 和他们背负着的故事,打动着你我这样的顾客。 假如人生若只如初见,来到瑟达的第一眼, 必定让你流连忘返, 如果你也想去瑟达的话,那就快快联系卓马吧。